为了推广舰走活动 开拓新兴旅游景点 县府日前与张合理集会所广场 举办南投践行节 你我健康购汉龙步道践行活动 舰走宋抽奖 电视平板家电同同友 吸引许多民众参加 汉龙步道是什么火箭的名字 我们刚开始在做步道的时候 它就像一条龙 再来龙是吉祥物 所以你走这条路 所以汉龙就是汉龙 知道吗 你记得汉龙就是在汉龙 你把这条龙拉拉拉拉 它是吉祥物你就会很健康 你懂得意思吗 你每天去走你就是在汉龙 汉龙就是在健康 所以希望大家每天去汉 而活动现场中 县府卫生局也涉滩宣道 反毒之事 希望民众在登山践行强生之外 也要注意到如何营造 反毒剧毒的环境 最近新兴毒品不断的在发生 然后很多年轻的小孩子 或是年轻的学生们 常常在无意中就会接触到毒品 那我们为了要倡导 无毒反毒的一个环境 所以我们在现场办理了一个 毒品的味教宣导 也包括我们的预防保健的 癌症的防治的一个宣导 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民众 除了在登山践行运动强生之外 也要注意到如何营造一个 反毒剧毒的一个环境 让我们的身心灵都达到一个健康 安全的一个状况 县议员曾正言张家哲 感谢林县长和张理长的用心 在他们的努力之下 才有今天的汉龙步道 要邀请民众多多来到张河里 走走汉龙步道 我直接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们的运动 有三项身体好 第一就是健身 就是我们走路 第二就是我们的唱歌 我们如果冰箱唱歌 会变出我们的飞和量 输出压力 第三就是我们的打帮手 要说我们所有的乡亲 要走出户外 要多运动 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南投市的汉龙步道 有非常多 整个步道上有非常多的 好看的景观 不管蝴蝶区或者是这个樱花区 然后也值得大家来这边运动休闲 然后尤其这个汉龙步道 由我们在地的张理长 坐得非常的干净 随时来都有一个 非常优美的环境的步道 汉龙步道全程近4.5公里 往返约2.5小时 沿途樱花林 波斯菊 杜鹃等花卉 舒适好走 意愿们也欢迎民众 在空闲之余 走出户外欣赏美景 记者邱平俊南投采访报道 南环境 沿途樱花林投采访报道 这一天 我希望什么都到处 波斯山 疯